哇 好可惜 我們輸了 放棄我 I knew it 可是我相信 紫潔還有燕偉 很快的他們就會追上你們 對對對 所以現在我們馬上就要頒發的 就是我們的MyPicks的獎項 沒錯 分別就是MyPicks 最吸睛角色 MyPicks最強CP 以及MyPicks最討人厭大反派 沒有錯 所以這些獎項其實百分之百 是由我們觀眾投票的 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 我們的影家到底是花落誰家呢 所以馬上將頒發的第一個獎項 就是MyPicks最吸睛角色 歡迎五位 入圍者入場 哈囉 大家都非常漂亮 非常帥氣 感覺今天要不要先跟大家打聲招呼 我今天等下全部都是走 走那個比較沉默 比較帥氣跟優美的路線 還有什麼樣的路線呢 還有什麼樣的路線 沒有 因為我通常走的是 就是話比較多 比較吵 然後 我跟你們是一樣的 我跟你們是一樣的 我們是一樣的 我們來請一下 來御師先說一下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Jenelle胡御師 然後 謝謝你們的支持 我是在宋餐英雄裡面飾演的黃美珍 哇 接下來這一位 哈囉大家好 我是甜蜜耀 我在戲裡面扮演的是黃金條 金色大道 嗯 隔壁的那一位是 哈囉大家好 我是Desmond陳永江 那我入圍的角色是 林木森六木也是金色大道 哈囉大家好 我是Alan孫正 我是飾演何劍志也是金色大道 哇 金色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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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這位會是金色大道嗎 來 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許瑞琪 我們從宋餐英雄開始 就從宋餐英雄結束 沒有 林俊昌 他也是從宋餐英雄 而且許瑞琪好像也是 去年My Pick就是 最吸睛角色的演家 對不對 到底能不能連貫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了 今年 所以想問大家 入圍了這個最吸睛的角色 那個心情是如何的 我們請Jeremy來說一下好了 很榮幸啦 可以入圍 對 很榮幸 對對對 就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就好了 對 因為你們一直overrun嘛 沒有啦 沒有啦 還好 還好 沒有啦 當然很開心 很開心 這樣可以得到 謝謝 不客氣 好了好了 那孫正要不要也說一下呢 對啊 我覺得入圍這個獎項 就代表我們的角色 在觀眾的事業裡面 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所以身為演員 身為一部戲的一份子 這個肯定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無論你是演的是 正派還是反派 只要觀眾記住你 也就是說你這個角色 有做到他應該做到的事情 非常好 我覺得說的真的 非常的確實 在這裡的五位真的都是 很attractive啊 你們有沒有這樣覺得 沒錯 而且他們都是非常 你們很attractive欸 我一直看好像有點殺少 他今天誰來喔 他都講他們attractive 沒有 你看Romeo殺少 因為他希望你們也講回 他很attractive 你 真的好帥喔 你很attractive 果然是 你很attractive 什麼最佳潛力心 目標達到 從剛才他一直給 終於有人reply我這個了 我一直在等人 真的真的 就是歡迎潛力心 我看好你 我也是看好你 這個應該下午你拿了 他直視你的眼睛 我覺得非常好 在我們就是揭曉我們的贏家之前 我覺得我們要玩一個 要笑的遊戲 沒錯 因為今天我們是 XCAD跟Outcast 主持我們的幕後直擊嘛 我們當然是要 跟大家互動一下 對不對 那現在呢 這遊戲非常簡單 你需要看的呢 就是我們有 我們其實有截圖了一個caption 大家都有 就是在社交媒體上面 很活躍嘛 對不對 這個caption呢 很奇特 對 他就是說 來我唸一下 有點questionable的 鳥有多大 夢想就有多大 我只是想要你們猜 你們覺得 這個caption 會是誰寫的 OK 如果那個人 沒有忘記的話 他其實應該已經知道 是他自己的caption了 沒錯 然後我們先從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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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五個人 你們其中一位有寫這個 你們的其中一位 對 OK 你們覺得 Jenelle會講 鳥有多大 等一下 我們不排斥喔 不是 Jeremy也想到哪裡去了 我覺得OK 我們女生也可以說 鳥有多大 夢想就有多大 可能人家養鳥 裡面的那個角色 不是不是 IG 這是在我們的社交媒體 我會是 系裡面那個角色 不是不是 這個是IG的caption 對 是IG動態 是我們IG PO的東西嗎 對啊 是你們五位當中 其中一位 在IG上面PO的caption 我大概知道是誰啊 我也大概知道 我們先從 先從御師這裡先開始 你猜一下 這會是誰 會寫出來的caption OK 我覺得 在我們五位裡面 比較可愛 比較幽默的 我覺得應該Jeremy吧 Jeremy 等一下你看一下 Jeremy的眼神 你臉蠻一樣耶 所以為什麼會寫 鳥有多大 夢想有多大 所以Jeremy 你覺得不是你 還是你忘記 也是有可能 你知道嗎 我真的忘了 我有follow他們耶 但是我都沒有 你沒有看過 對 這麼吸睛的這種caption 你沒有看過 OK 那你覺得 會是誰的 我覺得 Adan應該不會講這種話 嗯 OK Desmond應該不會 應該是Ritchie 你覺得是Ritchie OK 浴師覺得是你 你覺得是Ritchie 來 Desmond 你覺得是誰 我也覺得是Ritchie 而且我印象很像 看過那個pose耶 OK OK 可是他是跟 一個parrot這樣子拍照 你覺得他有跟一隻鳥拍照 對 OK 那Adan呢 Adan 我也覺得是Ritchie 我看齁 你們都不覺得 你們為什麼我先講 沒有跟我講好 沒關係 他就問你啊 我們問一下 最後的那一位 Ritchie 我想起來了 對 就是你啦 對 當時 應該是我 你的揭曉方式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OK沒有 當時 你的世界的時候 天才的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天空 天空是那個青鳥的那個 啊 對 所以我就放那個青鳥 代表就是天空 是很快是能喝的 所以有看那部戲的人 或者會看的人就會 就明白 是 因為其實我看了那個照片 我想了很久了 我沒有看到鳥 你想到什麼 沒有 可是因為他講說 鳥多大夢想就多大 激發我了 OK 我覺得真的 嗯 好啦 所以我們 這是一個小遊戲 只是娛樂性而已 OK 希望大家就是玩得 有點開心一點點 放輕鬆心情 好開心 是是是 然後現在呢 緊張的時刻到了 馬上就要為你們揭曉我們 my pick 最吸睛角色 對 贏家就是 我給你drum roll 你讀啊 好 1 2 3 孫正 哇 恭喜孫正 來來來 來到中間 這就是你的獎盃 是不是有一度有小小感動一下 你講如何 因為這個是觀眾投選 然後也是粉絲投選 然後也是粉絲投選 所以這個就代表 我的粉絲團友 到底有多強大 謝謝The Baden Club 然後當然 這個角色 很想感謝我這兩位兄弟 既然這個最佳男主角沒有緣分 這個就讓給我 我飾演何劍志非常非常開心 然後謝謝那個監製 就是Paul大哥 然後榮迪老師 讓我飾演何劍志 這是我人生中 算是第一次反派 所以 非常 非常慶幸有這個機會 讓大家看到這個樣子的我 謝謝 謝謝Aden 也謝謝在座的五位 就是四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馬上把時間交回給我們的 其他的主持朋友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